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搞维修的 也不是说不介入什么仪器 就是你懂电路 懂这个理论懂得再多 这个电路板你拿上手 还是要经过这个仪器的测量 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些手段 来判断这个电路板 是哪一个元件的问题 就是说你分析电路 假如说我分析是这一块的问题 但是这一块这么多元件 我还是要通过这个仪器去测量 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个 大家经常问我的 我们经常说的打这个对地组织 那么为什么打对地组织 打对地组织就是因为 我们怀疑这个某一点 对这个地是有短路 正极和负极之间 这个电阻太小了 就导致这个电流过大 就把这个供电电压拉低 那么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测量 这是一个纹压芯片 它的输出电压正常是5V 假如说我们测量 它这个上面的电压是没有5V 那么我们就有两个方法 为什么会没有5V呢 第一个就是这里 本来输出前级有问题 或者是这个芯片 根本上就坏了 就没有输出5V电压 那么还一个可能 就是这个芯片输出的5V电压 被后级有大短路 就是说电流过大的时候 那么就会把这个电压给强行拉低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假如说这有一个盆子 有一个很细的管子在往里面加水 如果这个里面水不满 或者没有水有什么原因呢 第一是这个管子堵了 没有在里面加水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芯片坏了 没有输出电压 第二种情况 假如说这个管子只有这么粗 但是你这个盆子有这么大个洞 它在漏水 那就说你这样加进去的话 因为你加入这个流量比较小 漏出去的流量比较大的话 那么你就使这个水永远加不满 那么同样这是这个道理 那么你这里提供的 假如说只有一氨的电流 那么次级假如说短路 能达到好多氨 十氨甚至几十氨的电流的话 那么它永远这个电压是上不来的 就是我们说的是电压被拉低 这是我们常说的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弄呢 就是打这个对立组织 那么打这个对立组织 之前我说过 我们一般的就是用这个红表笔接地 为什么要用这个红表笔接地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是修这个电脑主板 比较多的话 它会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一般的话 像这种开关电源的话 可以不比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万用笔 它这个是两个字表笔 它是有一定的电压的 像我们现在有些EMMS芯片 它的供电电压只有1.2V 1.2V 1.3V 这种都有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万用笔表笔的电压 是非常高的 有3V 相对这个1.多V来说 就高了一两倍了 那么我们如果用黑表笔接地的话 那么我们相当于在测试某一点的话 假如说刚好测试到这个芯片的供电脚 或者是某一个脚位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给它提供了一个正向的高电压 那么就有可能把这个芯片给损坏 那么所谓说我们一般就是红表笔 把这个红表笔接地 然后这个黑表笔去触碰这个测试点 我们用2G管挡 像我们这来测试的话 正常 在一般的世界大概有一个2G管特性左右的一个数值的话 那么就基本上是正常的 像这个是0.47 那么证明这个线路没有对立短路 那么假如说这里测的话 没对立短路 那么还没有电压的话 那么肯定是这个芯片坏了 或者这个芯片没有电压输入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判断是前级问题 还是后级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大家都说 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供电 那么通常的手段就是找这种纹压芯片 找这种供电电感 然后找什么滤波电容的阵级 我们在找不到这种电源供电 哪里是供电的话 我们没有电感或者没有什么的话 我们就找这种 电感 它一般的电感都是供电的 因为它储能大个头的电感 一般是用大个头的电感 然后就什么呢 然后就找这种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一般的个头也比较大 相对这其他的一些电容的话 个头比较大 它的正级 那么对立应该也是有数值的 但是我们测量电容的话 要等它这个数值稳定之后才算数 因为这个电容有一个冲方电的特性 它这个数值可能是 先从低慢慢升高 升高到一定的值 甚至于升高到开度的状态 那么 一定要等它这个数值稳定之后才能做判断 那么同样我们在想测哪个芯片 有没有对立软度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资料 或者通过这些外围电动的话 找到它这个供电脚 之前我也说过那个芯片的话 对地的话 我们假如说一个芯片电动正常的话 它有一百个脚 假如说它其中只有一个脚接地的话 那么它剩下的99个脚的话 那么对地的组织 我们打组织的话都不应该为零 除了那个接地脚 那个接地脚本来是接到这个地上的 那么就不用管它 那么剩下的99个脚的话 不管你是接信号 接供电 还是接这接那 接数据什么都不能对地 对地为零 那么对地为零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有问题的芯片 或者是这个芯片这个脚 对应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点赞 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